第七届老家在中国2024汉天卫视世界华人春晚 于2月3日在圣迪玛斯Bonita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下午举行了隆重豪华的红毯仪式 众多影视名人 晚会组委会代表 社团侨领 赞助商代表 踏过红毯星光大道 展示出他们独特的亮丽风采 经过我们一个多月的紧张的节目的排练 我们将有300多个参加演出的演织演员 所以我们这一场盛宴应该说在我们春晚的节目里将会展示 我们在这里代表汉天卫视 希望将来给大家提供越来越多 更多 更丰富多彩的节目 丰富当地的华人生活 也为我们中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做出一份微博之力 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给大家拜个年 晚上7点近签名来泽洛杉矶和世界各地的观众出席 并观看了网会演出 这场晚会还将通过众多的新闻平台 向全世界华人朋友们展示 本届晚会由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 美国汉天卫视联合主办 超过300名演员参与了演出 联邦国会议员赵美新亲临现场 为组委会颁发贺壮 加州财政部长马世云全程出席晚会 也向组委会颁发了贺壮 春晚得到了美国一通物流集团的冠名赞助 和美中物流总商会的协办 风雷集团为网会独家门票指定合作单位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我仅代表美国一通物流集团 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那很感谢汉天卫视能够组织这么专业 而且精彩的春晚给我们海外的华人们 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 那我请代表飞达教育所有的工作人员 感谢 老家在中国是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 清新打造的自由文化品牌 它作为享誉世界的全球华人春晚品牌 专注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清新于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每年如约而至的盛典表达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思念 反映着海外华人与祖国血脉相连 心心相应的真情实感 美国汉天卫视 作为一家坐落于洛杉矶的北美最大的新闻电视媒体之一 涵盖文化、教育、新媒体、文化产业开发等多元化大文化领域 故乡在中国、中国养育我 美国汉天卫视一直致力于中美文化传播与交流 为中美文化建设起到积极的领航作用 今天美国汉天卫视与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强强联合 为世界华人送上一场2024年龙年的盛世春晚 本次春晚由著名导演、主持人刘伟坐镇打造 经过数月的筹备与排练 组合来自东西方的多种艺术元素 推出了这台多角度展示海外华人怀念家乡 并在新大陆拼搏向上的朝气和锐气 本场演出有着许多的精彩节目 晚会开场的十二生肖热闹歌舞 就把观众带入了浓浓的过年气氛 在当晚长达两个小时的节目里 来自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的艺术家 以及洛杉矶本地艺术团体 呈现了一台中西合璧专业精湛的艺术盛演 从来自中国的金剧名家吕欣 及歌唱家与琵琶演奏家于一身的张碟的歌曲表演 到法国著名演员龙女郎白露娜带来的脱口秀 法国摇滚歌手Stéphane Pétangère 和意大利的著名歌手John Valde带来的原创歌曲 更是由众多的华人社团艺术学校 联合三百多名演员为晚会 献上众多的美好瞬间 包括高老师舞蹈艺术中心的儿童舞蹈 洛杉矶青音乐团的鼓针演奏 新工厂艺术学院的街舞 Star International and KSL的 刘光毅彩礼服秀 金舞堂武术学校的金舞神韵 Galaxy Modeling and Dancing Studio的 拉丁舞加爵士舞蹈等等 作为来自中国国家精卷的老弹演员 来祝贺咱们新春愉快 这场晚会体现了我们华人 在美国在洛杉矶团结弘扬中国的艺术 把龙的精神 把我们春晚的这种精神 把我们团结的凝聚力 能够撒播在世界各地 晚会中更展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 自闭症孩子为全场观众 表演了美妙的钢琴连弹星空 他们精湛的记忆 和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令全场观众动容 最后 他们的家长 Lisa老师 以及美国一通物流集团 YouTube Sign代表等合唱 你是我的骄傲 晚会在大合唱原创主题歌曲 老家在中国中结束 让观众们承载着浓浓的思乡情怀 本届晚会组委会的四名重要成员 老家在中国创始人 制作人 Lisa成主席 本次晚会联合主办单位主席 美国汉天卫视董事长李继 执行主席刘卫宇 Ella刘 以及资深媒体人 汉天卫视运营总监和苗 Lawrence和 他们为这场春晚 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从汇聚艺术群星 到凝聚各界的大力支持 从工作的每一次交接 到细节的每一处设计 他们几位精诚合作 团结协作 才促成了今夜 我们的欢聚一堂 今夜 洛杉矶闪耀的每一片星光 都留下了无私心情的付出 也正是有了他们 才打造了这样一场 艺术与文化交融的世界 华人春晚 汉天卫视记者陈浩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